喜马拉雅出品 《回到北宋》当大佬 作者 祝家大郎 演播 刀马蛋 我可是喷着 猫斗女王 大郎 谭台夜 大宋天威 第十二集 种苗的时候劳累辛苦 拔苗却是奇快无比 等到扛来锄头 就更快了几分 一亩地用不了一刻钟 甘旗等九个人 一上午时间 几乎要把三十亩地 给清出来了 只是甘旗没想到 下午半晌 远远的就能看到 有牙差从大陆而来 这官府的效率 还真是出乎了甘旗的预料 牙差进前问道 哪个是甘旗 甘旗站起身来答道 我是 不知几位有何贵干呢 早一趟吧 有人把你告到开封府了 包龙图今日正好上职 等着你呢 牙差倒不是来拿人的 而是来通知甘旗应诉 甘旗点点头 到了小河边洗干净手 随着牙差而去 甘霸等人连忙跟在身后 一个个苦刮着脸 如丧烤笔 甘旗倒是不着急 心里边想起了开封府与包拯 忽然间口中不自觉的小声的哼了一首曲调 海风有歌 包青天 嘿嘿 铁面无丝 变动间 嘿嘿嘿 江湖豪借 来相助 嘿嘿嘿 往刺儿啦 头前带路的牙差听了曲调 回头看了一眼说道 你这小曲倒是挺好听的啊 瓦斯茶楼里边未曾听到这种曲子 不知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胡乱瞎唱的 甘旗文言有些尴尬 所以堂色异语 也问了一句 哎 你们开封府 有没有两个叫王朝马汉的差人 牙医文言想了想 摇了摇头 王朝马汉 没听说过 甘旗稍稍的有些失望 王朝马汉是包拯身边的护卫 出自三峡五义的小说 现实与小说 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包拯身边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南峡展昭 那便也不用问了 开封府是一个行政机构 汴梁城就属于开封府管辖 但是开封府远远不止汴梁城这么大 就如后世北京市政府管辖的地方 也不仅仅局限于市内 其实包拯名声很大 但是官职并不高 不过权力也实在不小 职开封府是从三品的职位 龙图阁职学室也是从三品 龙图阁大概就是皇家图书馆 职学室是一种荣誉头衔 开封府衙高大雄伟 坐落内城西边 脚子门东不远 进了大门 前渊过去就入了大堂 左右站班牙一十几个 粗壮的水火棍在手 还配有腰刀 甘旗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甘三爷与甘正父子二人 正在恭敬地等候着 见到甘旗进来倒也不说话 却拿眼睛跟甘旗示威了几方 甘旗自顾自地走到另一边站好 等了片刻 只听到有人大喊 包龙头到 一个身形微胖的老人走了进来 一身鲜红色的官衣 戴着双翅扶头官帽 走到大堂前头官位落座 所有人连忙攻身见礼 甘旗一边见礼一边惊讶 这说好的这面如黑炭呢 说好的头顶月牙呢 这位包青天怎么面如白玉 白里还透着红呢 等到甘旗见到包拯进来之后 一直板着个脸 多少猜出了 为什么后人说他大黑脸了 金唐木一拍 大黑脸包拯开口了 诉状 本官已约 哪个是甘旗 甘旗联盟上前答道 学生甘旗 包拯听到学生二字 微微皱眉问道 诉状中说你不学无数 只知街头浪荡 怎敢在本官面前 自称学生 一旁的谷子学学生甘正 自小就跟甘旗不是一路人 也看不起甘旗这个村里边 只知道街头浪荡的富家子弟 此时听到甘旗自称学生 立马也是开口赤道 甘旗 你学的几个字啊 入了哪个官学 干在包拢图面前自称学生 大宋朝是真正的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平民百姓见了官 都是小的小人这种自称 能自称学生的 那一定是要真正的有些墨水的后径读书人 这是极其重要的礼节 甘旗倒也没想到 自己自称一声学生 会带来这么多麻烦 也是甘旗不愿意自称自己是小人之类的 所以选来选去 选了个学生的自称 但是甘旗也不心虚 看了一眼甘正达到 包拢图 告状之人 自然是想方设法的 来公结被告之人 学生书香门第 父亲更是中过举人 自小也读书尽学 而今也情学不坠 如今受人诬告 不过是因为老父已亡 家中却还有余才 怀避者也 恬不知耻 你也敢自诩读书人 你是读了哪本书啊 你进了哪个血呀 在包拢图面前 你也敢如此信口开河 甘正说的是义正言词 拢图跟龙徒一样 是包拢的官职称谓 宋朝还不实行大人这种称呼 称呼官员叫官职就行 叫公也可以 有学士名头的称呼学士 也错不了 大堂之上的包拢 却是眉头深皱 一个古子学的学生告状 诉状写的也是工整清楚 包拢本以为案件应该好审 却不想 这个被告一番话语 用词用语 当真是不像那种 不学无术的街头浪荡子 包拢问了一句 甘齐你可考过功名 甘齐答道 回禀包拢图 老夫在时常言厚积薄发 教导学生不可眼高手低 所以学生自以为还未做好万全之准备 不曾考过功名 大宋朝与明清在科举制度上是不一样的 首先宋朝不组织正规的秀才考试 科举直接从考举人开始 考举人的资格多来自地方推荐 或者是地方举行一些自己的选拔考试 考中举人接着考静试 这个过程需要一气呵成 举人资格往往是一次性的 当然 考中举人地位和身份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朝取试更多依托官办学校 考试的资格也多来自各地官办学校 甚至太学与谷子学的学生 又被直接推荐去考静试的资格 后来三舍法改制 谷子建立的学生甚至毕业了又直接当官的资格 静官学对于宋朝学子而言 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 包拯听到甘齐如此话语 更是皱眉 心中似乎又觉得甘齐这种话不太可信 但是也没有妄下定论 而是思索了片刻 此时 甘正气愤地又说道 包士智 既无听信者死巧言善辩 他本就是个街头浪荡子 破皮无赖般的人物 而今 我父身为族中素佬 管教他败家行径 便是怕他把他父亲一辈子的心血葬送了去 奈何此子顽劣不堪 竟然不服管教 无奈唯有一纸素壮告的府衙 还请包士智定夺 这个时代 家族是整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从汉唐以下 黄泉再也不下乡 汉唐之前 还有亭长里长这一类的基层的官府职位 到了宋朝乃至以后 基层都靠自治 家族相声管理 这也是汉唐之后的朝代 基层动员能力下降的原因所在 皇权不下乡 其实也是国力的一种下降 所以干三爷用这种借口 状态甘旗在民间礼法上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就在于 甘旗是不是那般不学无术的浪荡子 是不是个败价的玩意儿 这一点很重要 思索之后的包拯 终于开口问道 甘旗 你平常理擅长什么呀 是圣人经典 还是文章师傅啊 抑或是取掉磁牌 要说包拯 当真是不负名头 审理案件呢 还真是极为公正 按理说 古子学的学生来告状 那肃状的可信度本就极高 包拯却还是兼听则明 给了甘旗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 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且听下集分解